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觉得我们现在包括中央的预算 给了地方预算之后 他们还要再负担三成 他们有能力吗 不会排挤吗 不会吗 我回应两点 第一点 我们要让吃不起午餐的孩子有午餐吃 第二点 不要说冠冕堂皇的话 我告诉你 营养午餐当时候说要全面的时候 我们没有反对 我要再次强调 所以你说的那是冠冕堂皇的话 我们当时候 在4月20号我们提了一个案 我们说今天如果行政院教育部目前在实行推行国民中小学的一个营养午餐全面免费的政策 为了避免造成地方政府的压力 行政院及教育部应考量 以专案方式编列预算 不得排挤现有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 好 我现在来问你 中央政府有没有排挤 有没有排挤 我们是用特别预算 用特别预算嘛 所以没有排挤嘛 是 是在额外在举债出来的特别预算嘛 所以没有排挤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什么叫应该啦 对不对 对嘛 来 地方政府有没有排挤 你现在三层喔 当时候我们就说你既然用特别预算 你既然今天就已经要借了 要开啊 你就由中央政府全面买单 既然又借了嘛 有差那三层吗 请问 地方政府会不会排挤 这三层 会不会排挤 政府能够去借吗 地方政府能够去借吗 地方政府能够说我今天要编编列 编列特别预算来借吗 可以吗 可以吗 明年我们会全盘检讨 什么叫全盘检讨 现在所有的资料 你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 讲得这么清楚喔 中央七层 地方三层 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 你说检讨 怎么检讨 是说这样糊糊的 现在这个又没准算 不是 没 没 没 明年底我们会针对这样一个 什么叫明年底 明年 什么叫明年底 明年九十九年六月份就要开始 九月份就要开始了欸 什么叫明年底 现在开始就面临九月 十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这四个月 什么叫检讨 现在就要检讨 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年底检讨 所以我直接问你嘛 中央政府用特别预算 所以你说的没有排挤 好 地方政府这三层有没有排挤 有没有 会不会排挤 有排挤的可能 对嘛 这问题出来了啊 你有排挤 那排挤排挤到什么的预算 还是教育预算嘛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教育发展基金整笔的预算嘛 所以我们教育发展基金 我花了营养午餐的钱 相对的 我就排挤到其他国教的预算嘛 这是很清楚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确立一个原则 就是尊重县市跟家长 希望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这是不负责任的 市长 这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各官市的财政 都非常困难 你今天 一个县市政府 我告诉你啦 你们可能中央局都没有在地方 都不知道现在官市政府 大家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倒啦 什么时候要关门啦 关门大吉 什么时候要被法院 被哪一家银行去贴封条啦 县市政府现在是这个样子 每年 一个县市政府200亿的预算 200亿当中有140亿是人事费 剩了60亿 60亿当中有金长门跟资本门 60亿有一半 将近六成都是金长门的开支 所谓金长门的开支 就是电费这个没花不行的 只剩下多少 六成 四成剩多少 剩三十几亿耶 三十几亿 你今天 我说的 好 我用最简单的 如果一个县市有九万 有九万个 九万个学生 他一年的营养午餐 就要将近六亿 五亿多 要六亿 地方政府要负担将近一亿六 一亿六耶 一亿六他排挤到多少的一个基层建设 市长 委员 您的指教我们听进去了也感谢尊重 什么叫听进去了 怎么处理 不要跟我说明年 不是 我现在给你报告 就是说九十九年的一月 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县市在这方面有困难 有困难怎么办 好 有困难怎么办 确定有困难怎么办 来协调沟通 什么叫协调沟通 今天我如果说在明年的时候我要去负担一亿五我没办 来 你会说 好这三层 我中央政府来处理 是这样嘛 协调协调 才有用啊 你敢这样说吗 这输中你 体育师市长你 来 体育师市长 文委员报告 如果县市他财政有困难的话 他如果不办午餐 我们以以尊重 那么就等于是增加他国民教育的经费 99年就增加这笔的经费 增加经费 99年 因为他是额外 特别意义 99年 来 你们吴清记部长说的 后年喔 后年 只有愿意办理免费午餐的县市 才能获得中央的补助 这只有四个月 99年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这四个月 免为其难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办的 我这笔钱还是补助给你 但是 不好意思 是只有99年9月到12月喔 到了100年的时候 如果你该现事是不办的 不好意思 你没保障 所以我说 这是你吴清记部长说的喔 所以师长 你现在是咧 所以 部长也提出指示喔 一定要好好的全盘检讨 所以明年1月是一个事件 国中小学的预算 你最清楚的 我要问你 1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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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个县市的教育经费 它重不重要 如果 我唯一就没要给你 没什么 怎么办的 管制 都可以吃飞食的 营养5 我这个县市不行 但是问题是 我又舍不得 将这1亿5 拿来做营养5 然后排挤到其他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建设经费 更重要的建设经费 你是不是让一个县市两难 是不是让一个县市两难 是不是让这些教育两难 我不知道说你们教育部 为什么做 做出这么不负责任的决定 头上听县市长在说 市长讲的 说我们慢慢来 慢慢来检讨 这能够让你们慢慢检讨吗 即时检讨 我刚才已经提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 让那些弱势的孩子 一定不能二肚子 这是我们基本原则 我告诉你 现在弱势的小孩 我告诉你 你去调查一下 有护这边的冠市 基本上 已经他们都有一个存款 甚至学校都会协助 我们也会协助 不是像你们所讲的弱势 哦 说得很冠冕堂皇 我告诉你 如果要丹林教育部 去照顾 这些孩子 走就会死了 不可能 这些弱势的小朋友 都是家长会 去协助 甚至去募款 募来协助这些弱势的小朋友 所以如果要丹林来救 走就会死了 不要讲那么冠冕堂皇 我们要的就是说 整个教育资源怎么去平衡 所以如果今天营养午餐 你三层由地方政府来买单 市长 我跟你说 未来绝对 会作成地方政府整个教育预算的排挤 万万不可 一万五一亿五千万或是一亿 对一个县市非常重要 而且在教育预算 因为 市长你要记得 你们教育经费给县市政府 都是用教育发展基金 这整笔的经费给他们 整笔的 并不是说今天国教师我给你多少 然后体育师我再给你多少 不是耶 是你整笔的教育发展基金 整个每一年用统筹的部分 就教育发展基金下去 好我今天如果要从这一教育发展基金 挪出一亿五来做营养五餐 相对我就排挤到其他的教育预算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要做一个抚诫 你们的教育部 像你说的 真的可以照顾到 每一位小孩的营养五餐 有担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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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没有排富啊 你没有排富啊 所以我说要减讀 你们没有排富啊 要减讀 你们如果只是要检讨排富啊 要减讀 你只有要检讨排富吗 我们会检讨 你们只有要检讨排富吗 你们只有要检讨排富吗 我们会检讨全盘 什么全盘 是不是 未来整个 在九十九年六 九月份开始的 全数由中央 由特别预算来支应 我刚才已经报告了 这个才没有问题嘛 我刚才已经报告了 明年一月 我们会针对县市的情况 就开始检讨 开始检讨 我现在要重点 市长 重点 拜托我要一个重点 不是你今天 叫我来问说 你有法度吗 你有没有法度吗 不是 不是 我告诉你 今天重盘检讨很简单 你今天如果这笔钱 有些县市 我跟你报告 有些县市 他现在已经在执行全面营养午餐了 有 如果说你今天来帮他负担这些钱 基本上 你包括新竹县 新竹市 苗栗县 彰化县 南投县 这些县市 他可以多出来的经费 他可以再投注在教育经费当中 所以如果你把这营养午餐 你认为是你们执政党要做的得正 很简单 你就用特别预算 直接全面中央政府来支应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啦 那你中央政府全面支应之后 自然而然 这些县市 已经在执行营养午餐的 他就有多出来的钱 可以去照顾更多的小学生 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建设 这样是不是两全其美 我们都是关心教育 我们不希望说 哦 因为哪一个政策 而造成教育经费的排挤 这是原则啦 所以你在检讨应该秉持这个原则 而不是你说我叫来 我给他问他有法度吗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市长 这个拜托啦 不要做表面功夫 也不要打高空 我们不要 不会 好 谢谢